由于东岸连外道路预定在12月21号通车 深浮准备实施重车进行市区的措施 而位在C2C3码头的货柜车 要如何改走中山一路 今天下午交易处实地到现场会刊 还找来了一辆40尺的货柜车实地的行驶 运载40尺货柜的货柜车 从西岸23号码头区出来后 先试走明治平交道 再右转接中山一路 由于明治平交道两边都属于 可以左右转弯以及直行的T字路口 因此之后40尺货柜车 在实地试走明治平交道 左转中山一路时 同样也是和其他大小车辆交杂 形成交支点 并且压过道路的中心线 由于东岸连外道路即将在12月21号正式通车 市政府也希望尽早实施重车进行市区措施 因此由市政府交通旅游处邀集货柜车同业工会 道安汇报顾问以及警察局交通队等单位人员 一起现场开车测试 最后决定明治平交道左转中山一路的直角区 必须两边都内缩三公尺截角 未来从西岸23号码头区出来的货柜车 不准再走港西街道市区 只能经由明治平交道左转接中山一路 而从北二高下来走中山一路的货柜车 也只能左转接明治平交道进入西23号码头区 应该是统一路线 这个出港的时候来到明治平交道路口要左转 就是只能左转或车是不能右转 那另外从二高下来要到西岸码头的时候 就是直接从中山三路二路 到达明治平交道这边的时候 来做一个左转来进去这个码头 大概是以这两种动线的搭配的模式来处理 不过今天的决议必须在提到市岗道安汇报 通过后才能实施 而在测试现场也有许多货柜车和重车 违规左右转弯 负责介護测试开车的警方人员 也立刻开单告发取缔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